如果有什麼不如意或者疑惑困難 需要其他人的意見我都會找他們 例如我遇到一些很無理的事情 或者很不合理的事情 我會很容易敏鎮 或者有時收好一些DM 2021年都出了四首歌 都是抒情情歌的感覺 曲風比較相似 過了70年之後 這一年我自己就很想再探索一下 多一些自己不同的風格 想嘗試多一些不同的曲風 看看效果如何 看看自己能不能做 沒錯,你說得很對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覺得當我所有歌曲的Library 全部都是情歌、晚歌的時候 就好像太悶了 同時粉絲或外界都一直說 不如你試一下其他風格的歌 有多一些不同的歌在自己的手袋裡面 到時表演都可以 因應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情況 就可以選擇不同的歌去表演 所以當時 一想第一首歌出什麼歌的時候 我就想不如出跳唱吧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很想出一首跳唱歌的 然後我就跟發姐說 發姐說 我也覺得是,應該要出 最後就選擇了現在這個 是比較輕鬆一點 更開心一點 再加上少少搞笑的成分的 一首跳唱歌 這次都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特別擔心做得不夠好 或者不知道 因為期望不到大家會有什麼反應 所以都有點哆哆亂 所以這次這首歌的製作過程 和時間的確是比之前那些出場很多 但這次又要出來題目 又要跟皮仔聊 又要再特意出來練 同時rap也是一大難關 又不是特意為了這次的rap 純粹是發姐突然說 最近講話好像又差了 然後就叫我讀報紙 都要下苦工的 因為始終自己不是一個 不是dancer出身 不是一個本身跳舞根基很紮實的人 所以我自己都很擔心出到來的感覺 或者會不會不夠好看 所以皮仔都特意跟我練多了 這次這支舞 是有一個signature的舞步 都是特意加在裡面 希望大家會一起做的 就像一個升降機一樣 開門三門 在chorus上會吃完歌詞 就是ELEVATOR ELEVATOR 塗完的心跳感覺已經找過T-Rex 他已經之前合作過一次 然後呢 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次一首跳唱快歌 他其實也有寫過不少跳唱歌 同時他本身其實之前是一個rapper 我覺得人生和搭升降機有些類別 就是好像搭升降機 你很多時候都會猜不到會發生什麼 又可能開升降機之後 是塞滿了人 你進不去 又可能有什麼意外 就算你進了升降機之後 你又不知道它會騰停多少層 才到地下 就是充滿著很多未知 很多意外 就好像人生一樣 都是很多不同的事情 會突然發生 你有控制不到的事情 但其實你那種急是不會幫到這件事的 是不會令你更快點多 而反而是那些急會會令你心情 自己越來越犯錯 自己越來越敏陣 能意料有多少 為何自製出展望 你剛才有Benshinberg 是不是和我出道好似呢 都是的 我出道一出道 都是想 不用急的慢慢來 有機會就做好它 而是你的機會就是你的 你慢慢做好自己 就一定會有一天到你 還有一句是 心越急越犯問題越難插 心越急越犯問題越難插 就是說你的心越急 你自己越犯 其實只能令問題更加難處理 所以我就很想帶這個信息給大家 而這個信息的同時 有的確和我本身的價值觀很雷近 我又的確沒有試過 因為事業還是覺得很敏忽 或者很心急 例如我遇到一些很無理的事情 或者很不合理的事情 我會很容易敏忽 或者有時收到一些 一些DM 有些人會說一些 完全看完你爬爆頭 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的 有時我有試過敏忽 我很想回覆他 很想回覆你 你究竟在說什麼 我應該完全不知道你說什麼 就是 他會聽到別人說什麼 就說 你應該會傷害那些人 看完你這樣說什麼 我都不明白 那些時候會很敏忽 因為 我覺得事情不是這樣 但你說到神神神 但我看完不理你 又好像我默認了一樣 但我認你又覺得不對 但那一刻就會敏忽 起來就會很想回覆 但之後多數 我一這樣就會跟自己說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當你冷靜之後 就覺得 幸好我冷靜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面對一些很敏忽 或者很急的情況 就立刻跟自己說 你冷靜一點 如果不然你可能會很灰 這期的疫情 就像搭電梯一樣 會有一些意外發生 這些是控制不到的 你急來也沒用 你急完 不會突然間戲院就開 給你上映 亦不會因為你敏忽 就幫到這件事 所以我都是用平常心去面對這件事 或者你自己調整自己的心態 或者可能到時 疫情之後才開 可能會令大家更加想去看電影 其實我這次的MV 是想大家一直在驚訝 大家會猜不到你會發生什麼 嘩嘩嘩 小二道家英哥其實是 因為我本身知道這個MV 有些有劇情的需要 因為他們本身都跟我有 有些淵源 就是有合作過 亦都是我的粉絲 我的粉絲會很喜歡的人 亦都會 predict到到時 他們看MV 看到他們都會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亦都很適合這首歌 因為是一首開心熱鬧的歌 Ju和Anton Lo 就飾演一個官員工人 就是Sing和Maggie提議 導演提議 因為他們說想找兩個兄弟 是很不像搬運工人的 來做搬運工人 如果有什麼不如意 或者有什麼疑惑困難 需要其他人的意見 我都會找他們 我是一個自己想法的人 可能對於一件事好還是壞 但是有些時候 我都會判斷 我需要別人的意見去 看看究竟是哪一件 究竟我自己的想法 是否正確 例如這首歌 或者這首帽 或者這個MV 我都會給他們 叫他們給他們意見 因為很多時候 當局自己迷 因為當一個人 在那件事裡面 或者很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他就做不到一個很客觀的判斷 而當我很需要客觀的判斷 我都會找他來 他們的feedback 我都會 很放在心裡面 或者有一定的份量 我覺得選歌是最痛苦的 如果你有一首 一聽到 超正超重 一定是他 其實你很少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很多時候可能都會聽到 嗯 這首真的挺好聽 但你又不敢肯定 他就是那一首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會問他們的意見 你覺得這首是怎樣的 所以他們的意見 會令我增加到我的信心 或者令我有一個更全面的想法 才去做我的決定